就在前天我发布了别跟陌生人讲话的第二期视频 结果只是多解锁了几种死法 同时我还收到了这样两伙人的私信 路人甲全说 吴姐你个大直男 跟女孩子打游戏不能赢 只能输和女人不能讲道理 路人以色是告诉我如何整治这位姐姐 那就是把十字架召唤出来 姐姐就准备了我身了 所以为了满足各位的好奇心 这两种方法今天我姑且都试一下 先是第一种吧 邀请姐姐打游戏 然后放水 演她 呀 这个按钮好用 根本按不动 我的天 Oh my god 这样游戏输了 姐姐也来消息了 点个看看 她说我玩这个游戏太菜了 那我该怎么回复呢 此时有三种选项 一礼貌性的回复微笑表情 二 我想要赢 很轻松 三 不服再来一把 肯定选微笑啊 这是一道送分题 他去 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 你这真是吃软的呼嗓的 吃硬的咳牙 软硬不吃啊 这回我把十字架召唤下来 看你还怎么整我 聊天是吧 聊 就跟你刚着落 她说嗨 我回复 嘿 小东西 她问打游戏吗 不打 离线了也没事 看你 小丑竟是我自己 一个字 绝 看来是手量出底牌了 你们的招数都不管用了 看我的吧 打电话找警察叔叔 上次播的110 不对 在外国得打911 打游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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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情我已经跟警察叔叔交代完了 先睡一觉 姐姐你就等着 被制裁吧你 这大姐来消息了 估计是在向我求饶吧 让你们看看 她是打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